其实呢 宜君跟超凡都是建筑专业的 那么宜君自己也在做这个时尚设计 特别是对鞋子感兴趣 那我想问你一题啊 就是其实我们第二季的这个五美有做一个升级 我进来的时候也是有点吓到 因为真的非常像一个龙虾馆 不是 因为真的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想问一下宜君 你从你这个建筑专业来点评一下 我们第二季的这个五美 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呢 这个舞台建筑形式啊 是宋元时期的沟兰瓦舍 这样一个民间艺术演书场所的演变 风靡了四百多年 然后我觉得吴美老师做得特别特别细致的地方 就上面有一个个斗拱 斗拱 斗拱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木制结构 它上层屋顶 下街立柱 我们每次看到屋檐都非常 哇 宏伟壮观耶 其实呢 都是层层叠叠的斗拱 积累拼接而成 而且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诗 跟斗拱彩绘有关 它叫《飞檐斗拱进红妆》 电锁烟霞烈化浪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斗拱彩绘之美呢 我已经看到了 哇 像一个导游啊 我都可以听进去了 我们这一组有导游 有解说 绝对是一次非常有画面的旅行